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幸福小姐 我今天想和大家做一個無論是小朋友還是大人都喜歡的甜品 這個Recipe的好處在於材料非常簡單 而且不需要用到焗爐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足夠的材料的話 就可以立即開始和我一起做這個Doughnut 好,我們做Doughnut的材料已經放在桌面 是非常簡單的,我們有白砂糖 然後我們有豆漿 這個豆漿你們可以按自己的飲食需求 隨意轉換成蛋液體 例如是牛奶或水都是沒問題的 然後我們有蔬油 我們今天用芥花指油,不過也是隨意轉換就可以了 然後有一點點的海鹽 新鮮的酵母和蛋液 這個蛋液是一名全蛋 好,然後最後就是最重要的了 就是有麵粉 我們今天用了法國T65的麵粉 它是平時用來做麵包的 但是今天為什麼我會用它做Doughnut呢? 因為用它做出來的Doughnut 其實口感會相對鬆軟一點 而且麥味也蠻明顯的 如果大家想買的話 其實我自己的Studio也可以買 今天的遊戲就可以看看下面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分享的話 記得要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好,我們材料齊了之後就可以開始了 首先我們會把這個砂糖全部放入豆漿 我們會輕輕地用這個膠刮刀 攪拌 直至你燒不到糖粒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久的 因為生糖的份量也不多 攪拌一會兒它就會溶完 然後我們會放另外兩個濕的材料 即是全蛋和菜油 即是全蛋和菜油 我們一樣都是輕輕地用這個膠刮刀攪拌就可以了 應該會見到有少少分層的狀態 油水是不可以黏在一起的 你就不用理它 只要輕輕攪拌就可以了 好,攪拌完之後我們放在一邊 然後我們就會處理這三樣材料 我們會把鹽先放入麵粉碗裡面 然後蝦霧也是一樣 我們會先用它的膠刮刀 我們輕輕拌一拌 直至你見不到明顯的鹽和蝦霧在表面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個液體全部放入裡面 我們就盡量刮乾淨一點 因為我們今天的份量很少 所以如果這裡少幾克 那裡又少幾克刮 最好刀就會只剩很小顆 好,刮乾淨之後 給你們看吧 應該大約是這樣的狀態 我們一樣用了這個膠刮刀 我們先攪拌一下 直至攪拌到攪不動為止 我們才會開始用手來擦把它 好,大概到這種狀態 你會看到它已經很緊 沒有多藥體的時候 我們就會轉用手 所以我們會用刮板 先用刮乾淨了這個刮刀 然後我們便會用手去擦它 一开始都是好像把东西粘在一起就可以了 直至全面团均匀的时候 我才会拿出来拖面做的 我们现在做的就会像洗衣服一样 不断搓油它 直至它不粘手 不粘桌和面团表面光滑的 这个步骤需时大约10-15甚至20分钟 看看你的速度 我们现在开始 其实我的手现在是粘贴的 不过我也不会特别去 我会刮刮它 我会多喝一会儿 我们再给它多一点时间 它就会不再粘贴你的手 因为我们如果现在用刮刀刮刮 其实也是浪费时间 因为它很快也会再粘贴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面团表面都开始光滑了 而且我的手都已经没粘得这么厉害 其实它已经差不多可以了 可以多拆几下 让它的圆液更漂亮 我们就会放在刚才 我们放在面粉的大碗里面 进行发酵 过了大约4-5分钟左右 其实我们的面团已经大了一点 我们记住 面团一定要长期用保鲜纸盖 要不然就会吹干了 好 我们现在就准备进入下一个部分 我们就会分割面团 首先可以看看面团是否准备 我们可以准备一堆手粉在旁边 我今天用的都是T65 和DONUT的面粉一样 我们手指可以沾一点粉 然后我们可以轻轻 倒入面团的中间 你看到 其实留了一个洞洞在正中间 这个洞洞 其实如果它分散够的话 它就不会回弹得很重要 如果你看到现在 都不太懂得回弹的时候 即是我们这个面团 已经可以开始操作了 我们先将这个面团 准备出来 我们就放在桌面 好 这个面团可能有少少黏手的状况 是正常的 如果可以黏过 就可以沾一点手粉 在手上就可以了 这个洞洞会分成50-55g 一粒 那就不会太大粒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切割 那我们这个面团就会做到 大约是7粒 加1粒 小小粒的第8粒 好 那我们现在分完7粒之后 我们就会进行下一个动作 那就是要将这8粒的 变成8个漂亮一点的圆形了 那我们就会拿一粒 我们轻轻拍扁它 拍扁之后 我们就会不断将旁边的东西摺到中心 直至它成为一个圆形为止 不断摺到中心就可以了 做到一个圆形之后 我们放在桌面的一边 我们将它排好一队 一会儿等它松弛一会儿 一会儿等它松弛一会儿 那我们呢 完成了8粒之后 那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一边 一样用一个保鲜指 轻轻把它盖住 先不要让它吹干 我们会等它松弛大约10-15分钟 那我们就会进行最后一个造型的部分 好 那我们已经等了第15分钟左右 它是有微微大到少少的 因为它就像一个松弛了的面团 它就会大一点 脏大一点 因为东盒其实也有两种 一些中间是没有洞的 一些中间有 那我们今天会做完两款 那我们其中四个是做油洞 另外的四个是没有洞的 那我们油洞的怎么做呢 那我们先在桌面这个位置 放少少少手粉 然后我们拿一粒出来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底和面呢 都可以填少少少粉 表面呢 都是有粉的 然后我们拿个食指出来 一样填少少少手粉 然后我们在中间这个位置 我们刀下去 刀穿它 刀穿了之后 我们呢 我们呢 拿一把食指进去 然后我们呢 慢慢慢慢地 那么 慢慢来到中间 有个洞出来了 那这个洞呢 大一点也不怕的 因为我们一会再松弛 一会 那这个洞呢 都会因为 时间过去 而变回小一点 所以一开始是可以大一点的 那我们呢 搞定了一个之后呢 我自己的习惯呢 就放在一张牛油纸上面 因为我们拿去炸之前呢 我就不想它黏桌 所以就放一张纸上面 那它会更容易拿去炸 好 这些小粒呢 我就不会去再处理它了 我就会直接在它底面 我都填少少粉先 都是不想它一会儿 黏着这个纸 放不去油锅那里炸的 好 那我们这里呢 就有八粒 准备要入油锅那里了 那我们这一粒呢 那我们这一粒呢 BB呢 就放了大约15分钟左右 那你会看到它又大了一点的了 那你轻轻摸的时候呢 它已经开始松一点的感觉 就可以拿去炸的了 那我们这里有油 那我今天用回介绍一支油的 油温是大约170度左右 那你可以继续在中火至中大火之间 那我呢 第一次我会先炸一个 那我想试一试的颜色啊 时间怎么样 那我自己炸完后 炸了漂亮那边先的 那我就轻轻放它下去了 那我们时间呢 大约是每一面45秒左右 那我们一开始呢 就是不都不需要怎么理它了 除非可能它和其他东东都黏在一起 又或者是它表面突然间有很大的气泡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用剪刀剪一剪它 如果不是的话 就轻轻它 等到它过了45秒之后呢 我们才反面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像现在这样 那我就会炸完另一边 那你会看到呢 其实它现在的颜色都不算太深色的 但是要留意的是呢 因为它离了锅之后呢 它会再深色一至两度左右 所以一开始就不需要炸到这边太焦 否则就回不了 那我们这个东东炸好之后呢 我们会晾一下油 然后呢 我准备了一些厨房纸 在这里 那我会先冷一点油 然后我们才会再做其他装饰 例如是染砂糖 或者是染巧克力等等 好 看一看 底部呢 都会装到金黄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呢 晾一下晾油 然后呢 我们就放在这边 让它锁一锁 那你记住呢 那你记住呢 你记住呢 如果不是那些油好塑 就放在那里面 那你就吃口都是油的 就是这样下去的时候 好 我们炸完的东西了 那现在才关火 搞定 好了 那现在呢 桌面上呢 就已经有我们炸过的东西了 一刀砂糖 不是一个鸡的盆 那呢 这些都是刚刚炸起的 不过我们要趁快 将它染到砂糖先 因为如果它冷一点 它表面的湿气走完之后呢 那其实呢 它就染不了糖了 咸完糖的我们放在一边 那这些玻璃呢 都可以染的 就算我们里面会摺东西也好 外面染了呢 起码的样子好看了 好像炸弹那样 好 那我就会留下几粒 一会做其他装饰的 那所以呢 我暂时 咸砂糖的呢 就是会有这几粒 那我们呢 刚才还有三个东西 是不是有任何装饰的呢 那我们现在呢 就会开始帮它染一些朱古力了 那这里呢 有阿兜 是已经用了的黑朱古力 还有有一些黑朱古力 碎碎的装饰 和这个士多啤梨干的 那我们呢 先拿起一个豆腐 染一半 所以我们呢 轻轻染下去 又转一转它 拿回上来 那你轻转一转它 让它那层主力平均一些 然后就可以放在一边 那呢 我会每一个 然后就立刻放在装饰的 如果不是呢 如果有天气凍呢 可能它会干得很快 那你这些装饰就黏得没那么细 好 好 在我们这些东西呢 我们正在这个地面 你制作了 大家知不知道有什麼好吃過這個冬粒呢? 是有餡的冬粒啊! 想學的,記得繼續留意我的頻道 我是幸福小姐,下次見!